感恩拿摩大志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 让我第一次来法会 就抽到了图腾 感恩 感恩师父 鲁钧台长 感恩 但是我没有拜师 我已经叫你师父了 师父 谢谢你 他今天来主要目的呢 就是看图腾的 所以他刚刚讲了 谢谢我今天来看图腾了 谢谢 我今天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儿子 1985年属牛的 等等啊 85年属牛的 对 你儿子男的 对 好 对 对不对啊 85年属牛的 有什么错了 你们笑 你们笑我搞不清楚了 85年属牛的 是 你儿子 对 是我儿子 85年属牛 想看什么 想看什么 想看他的身体部位 情况 等等啊 嗯 哦 脑子出问题了 是的 经常玩游戏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晚上不睡 早上不肯起来 对 我告诉你啊 对什么都不感兴趣 你跟他讲几句话 他就很讨厌你 对 吃饭都不想好好的吃 对 晚上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晚上呢 我不知道 因为他不在我 他不在你房间里 对 你晚上敲敲门进去 嗯 听一听 嗯 说什么了 说什么呢 说 熟牛的 啊 这都是水牛啊 但是水啊 只在他的脚的一点点啊 很缺水啊 他 很缺水 他不喝水啊 你要叫他多喝水啊 是的 要洗澡啊 他连澡都洗得很少啊 哎呦 台长 你太对了 真的 他从来不喝水 就喝可乐 可乐 他就不肯洗澡 你还在边上 兼须用水 没有 我跟你讲啊 你要叫他 好好地念经的 因为他身上有你 打胎过的一个孩子 在他的身上 哦 你打过孩子 没有啊 有 现在明白了吗 在你身上 经常跑到他身上 过去呢 你的腰痛 他经常在你的腰上 然后呢 还有让你头痛 现在呢 你念经之后好很多了 就老在他的身上 而且他有时候 还在你们家里的 墙房顶上 你们家的房顶 经常有 稀稀缩缩声音的 哦 这样的话 我也没有仔细听 好好念经 嗯 把它超度掉 它离开了 你身体就会好了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哦 家里倒还蛮大的 是的 家具还是蛮漂亮的 这种古色古香的 有一点 蛮会赚钱的吧 你家里阴阳不调和 你知道吗 阴阳不调和 就是阴气 比较重一点 也就是说 你比较凶一点 是的 听得懂吗 你好好念大悲咒呀 平时在家里 就把大悲咒 经常开着 这么放啊 放啊 家里就会有洋气的 好吧 而且你有时候 经常要拿那个菩萨 来吓你的孩子 你不要拿菩萨吓他 你吓一下他已经够了 菩萨要惩罚你的 啊 你经常这样 你老实一点了 好的 你别看他现在长的样子 我刚看他图腾 年轻的时候很漂亮的 谢谢 谢谢 可谢谢哦 你还想看什么 我就是我儿子 那个 你给他念吧 先念108张小房子 好吧 还有放多少条鱼 2300条 哦 2300条 那么 哦 等等等等 你儿子好像 怎么身上 好像有一个过去的师傅啊 就是像一个法师一样的人哦 有个女的 这样的 他过去小时候到庙里去 他们去拜过吗 庙里是去过的 但是我也不大记得 他经常喜欢 不喜欢就是说 去跟庙里的过去的法师啊 接触啊 他有一个 好像有一个师傅 对他蛮好的 可能现在已经是过世了 这样的 在他身上 女的 比丘尼 这样的 你给他念36张吧 哦 好吧 36还有100多少 108 哦 他们有人帮你记的 哦 有人帮你记的 好好好 好吗 你自己好好的努力啊 你想不想看看这个人啊 我可以叫他到你梦里来的 不要不要 不要 好吧 师傅 感谢 感恩你 我还要问一下我自己 就是1962年 我属虎的 62年属虎的 怎么样 才能够让我更好 让家里更好 你每天呢 早上8点钟 求菩萨 每天早上8点钟 菩萨都在 我是每天10点钟 求的 因为我生女 睡在我这里的 我8点钟 有时候 生女要管啊什么的 没有办法 所以我 就是祈求菩萨 我说我只有10点钟 来静香 菩萨就 你说10点钟 菩萨就10点钟来了 你很聪明哦 菩萨 你10点半吧 我很忙 你索性叫他10点半来好了 不过菩萨还真来的 他家里香打卷的 感恩 护法神也有 你自己腰当心 肠胃不好 肠胃不好 你有杀业 就是过去杀掉 很多活的东西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没什么 你就是嘴巴不大好 你以后好好改嘴巴 你骂起人来 真的很厉害的 骂谁来哦 我骂谁来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 我问你一句话好吧 你老公今天没来吧 没有 老公没来我讲给你听啊 你经常跟你老公讲话少 对他好一点 因为你的命很硬 你刻他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一讲话 他就闷住了 讲不出来 心里很难过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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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懂吗 他有时候我一说他 他说 你看你看 你一说我呢 我汗都来了 看见了吗 他就这样 汗都出来了 那加持啊 那台长给人家加持也就是汗出来 我告诉你 你的命很硬 你刻他的 所以呢 刻他呢 有一个方法 就是少跟他接气 气场 就讲话 不要多 但是呢 可以给他做事啊 给他笑脸啊 对他好啊 都没关系的 但是你一跟他讲话 他就憋着 难受 听懂了吗 听得懂 听得懂 是的 所以你少跟他讲话 你尤其不要骂他 明白吗 经常想一想 一骂他 他就刻住他 刻住他 刻到后来会出毛病的 嗯 好的 那师傅 我自己的话 要多少小房子放 多少 你把自己身上的孩子 要超度掉 四十九张小房子 好吧 是个女孩子 打掉的是个女孩子 嗯 我不止一个 我已经做梦的时候 我已经 被你超度掉一个 超度掉了一个 超度掉一个 对对对 我做梦做到过的 看见了吗 超度完之后 做梦做到的 是的 啊 我告诉你了 嗯 现在就一个 嗯 好吧 好的 这个这个灵性 赶快把它超度掉 49张如果还念不掉 再加27张 哦 好吧 那师傅 我的功课的话 应该是怎么样呢 心经啊 多念点心经啊 哦 你多开点智慧啊 你知道吗 你的心脏不是太好 你知道吗 对对对 你每天早上 起来手发麻 知道吗 有的 我今天坐飞机都走麻了 是的 师傅我要放多少条鱼 三百条 好 谢谢 好吧 师傅我可不可以开始一下 我 我可不可以那个 再教我问一个问题 可不可以 就是我的生女啦 叫陆加尼 今年五岁 就是不好好吃饭 经常吵闹了 给他念心经就可以了 哦 好的 好吗 你自己合掌 合掌念大悲咒 念完大悲咒之后 手搓一搓 在孩子的头上摸 哦 你照样有加持的 好的 好的 好吗 好的 你自己要是想不通的话 听得懂吗 嗯 你要是自己想不通的话 你也经常念念经 嗯 然后在自己头上摸 好的 好的 好 好的 好好的 脾气改一改 哦 好的 我会改的 明白 把你的头发们 稍微露了上去一点 哦 好的 这叫天庭饱满 好 一个人要有运气 前面一定要亮 好的 前面天庭一遮住 没有运气的 嗯 所以额头一定要亮 叫天庭饱满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好 感恩南无大师大辈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鲁中台长 谢谢 嗯 嗯 嗯